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城市中每天挤满了色彩冰封的人 他们的服饰色彩鲜艳 而且还会被绘上多彩的图案 就连雨伞也被画上彩色的花朵 这个城市最重要的交通工具就是三轮车 每天有70万辆三轮车在街上行驶 这些三轮车也是彩色的 被继承美丽的颜色 绘上美女或者花纹 虽然城市的车辆很多 但交通却很糟糕 道路面积仅占城市的7% 而且只有60个红绿灯 却不能全部工作 交通设施不好 街道不够宽敞 因此路上车辆行驶的很杂乱 经常是三轮车和机动车混行 事故发生率很高 而且这里的机动车还在增加 多数是进口的二手车 有些车辆刹车都很不灵活 当地的大部分人都很忙碌 要不断的工作以维持生计 各类手艺人很多 童工也不少 生活并不富裕 但打卡人很喜欢谈笑 在忙碌的工作中 吆喝调侃 脸上总是带着笑容 因此去当地游玩的话 一定要带上微笑 这样你会收获更多微笑 小伙伴们想来打卡吗 好啦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 先要和小卡爱萌说拜拜啦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希望每一位来过的朋友们 留下评论 或者是进行转发以及关注哦